大家好 歡迎來到寶日檔 我是霸兵 大家好 我是寶哥 又一個星期了 今集我們講一下食肆的悲歌 食肆痛苦的地方 愛語痛的邊緣 說之前也很感謝今個星期很多朋友在這個enquiry 11月9日的workshop 如果報名或者想知詳情 其實大家可以點回我的IG 然後你點我 我便回答你 現在還有四個位置 人數有限 因為當日每一個同學都有個人的一個 叫Sections的拆解 例如你帶了一個問題來 就會就著那個問題去拆解你的問題 我會幫你拆解那個問題用排列的方式 所以大家就不要錯過了 有興趣就報名 有興趣就報名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 為什麼突然講開食肆呢 小弟也是曾經 曾經 是飲食界的巨子 都說是飲食界的巨子 現在我旁邊就坐一位飲食界的巨子 剛剛我看到你出了一條新片 都是這個 如何做一個黑白大廚 大家還沒看 記得快去看 我覺得拍得很精美 其實 是不是 就是比起 我覺得有心思 第一 第二就是 我看到牛我真的想吃 是不是 我想吃 這個是我個人的感受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牛 我半年內不會再吃牛味 因為你那天吃了很多 我是由練 因為我有練習過 就是我有去學 就是奇人教我煮 我有去學煮 然後我自己試煮 所以已經煮到我 原來不想再吃了 所以能夠在那個行業繼續做 還繼續喜歡吃東西 真的不容易 因為你平時覺得好吃的東西 你會都麻痺了 那不如我們開始講一下 其實最近就有一宗新聞引起 因為剛才我們開麥克風 我們講些什麼呢 那就是華爾街 華爾登 華爾登 我想說華爾街 華爾登 餅店 就是出了聲明 就說我不是黃色的 你不要套標籤在我那裡 那就掀起這個軒然大波 即是叫做 Facebook裡面就有很多的引戰 其實我發現 第一其實Facebook的東西 真的不用太認真的 但他很認真 很認真 我感覺到他很認真 因為Facebook你看到的東西 或者寫的東西 就是會留言那些人 其實大部份 不要說大部份 有些你見到其實很明顯是很立場偏少 或者叫做不是意思論事 都是情緒的投射 而且很明顯那些人都是用假帳 我建議第一件事 如果用假帳留言 都不用太認真 其實他裡面說什麼呢 就是說他開了小紅書 開了小紅書 然後就掀起好歌 那我想不同的陣型都會做文章 那他又怎樣 然後一個大的回應就是 你不要標籤我 我喜歡香港 那應該就發酵到這個位置 為何今年2024年 還有這些 還流行的嗎 不是啊 就是華爾登這些 喔華爾登 還流行的嗎 你問我就一早就沒有了 但是其實我覺得你最喜歡玩的是哪些人呢 都就是那些我們所謂的放不開的人 就是他的時間線沒有向前走 就是在那時候無論你是深藍的 或者是深黃的 都是 有時候我看著這些情況 我覺得其實都幾痛苦 因為你的時間停留在那一格 就是要講開這個 我最後很有深感受 就是其實有很多人的生活 甚至乎生命 他在某些位置就停了 就是不會再向前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最近我遇到一個朋友 他很多年前 我想很多年前 他是試過被人去 叫他去類似傳銷那些 騙了錢 嗯 然後他之後 他就從來都沒有再相信過人 嗯 或者很多的東西 他都已經沒有所有信任 其實就是那些傷口 你沒有埋口 然後你每次叫那些東西停在那裡 就是我看回頭 好像這些事件 其實都是那個 就是很多人的情緒 他還在那個位置 就是無論你是男也好 黃也好 就是黃的可能覺得被背叛 藍的就覺得什麼 活該你死吧 就是其實坦白說 不如先回到生活 就是這一刻其實爭辯這件事 有沒有意思 就是我自己就覺得其實是 就是過了 沒錯是有發生到 就是很多有發生到 很多傷口也是在那些時候出現了 但是你有傷口的時候 其實究竟我們用什麼態度去看這件事 就是譬如你看成是你永世的失敗也好 或者這個是我永遠都不會原諒你也好 或者這個是我捉住這個 我活該你死吧 把你哪屍哪一萬次都好 其實都是在過去的事 就是你問我 我有幾個立場去看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如果我做老闆立場 我完全明白 就是可能在他那個位置 他就會覺得我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所以我覺得生意很坦白說不好的了 就是全香港的餐廳食肆 我想都是首當其衝 是很受到經濟影響的 就是很直接的 就是那個直接是你基本上你走出去 你見到那些餐廳 你就知道是什麼事 可能以前很旺的餐廳 少了很多人 而最危險 或者叫做最無座的地方 身為一個 其實什麼 其實他一直都是這樣做生意 就是他日後日 就是不同人的模式不同 我放在市集 或者我都是這樣抹廣告 但是就是無端端突然有一天 就沒有了幾十% 其實那一刻每一個老闆 在那個瞬間之下 他會想什麼呢 那要怎麼變陣 你變陣離不開幾件事 其實第一 你的市場項目有什麼人 可能他原本 即是可以合理估計 原本香港可能有這麼多人 是他的客人 那你移民的移民走就走 你可能縮到只剩下一半了 然後只剩下一半 可能其實本身生意差了還沒死的 那生意差了還沒死 但是這一刻 基本上大家的共同那個 我叫共同的集體意識是什麼呢 不要在香港花錢 譬如有些人回大陸 有些人去日本旅行 回家鄉才花 那你香港的身處空間 就更小了 那所以 你說是不是全部的餐廳 一定是差生意 或者一定是不好 我也可以坦白說 不是 但是 前陣子才有一個人跟我說 就是那些 我不知道開不開名字 我先不開名字這麼說 好 就是有一個人來的那些clubhouse 那些會 會籍 會籍 會籍向的 然後總之不知之前 有些什麼勁餐廳的大廚 或者老闆 然後合了很多成宗名人開的 然後他的會籍 十六萬一年 不知道十六萬一年 我當你認識人認識朋友 我認識老闆 入價便宜一些 可能六萬七萬 可能是這些價錢 然後他只是收 收千六個 只有十五萬一年 只有十五萬一年 那間餐廳 就叫做新開 或者叫做 已開放 私營業 即是現在我在一陣子 我們吃不到的 對 無非你是老闆的Fan 然後在這個pre的情況下 他這千五千六個位 已經收爆了 然後 當然他裡面可能吃的東西 不會 就是正常出去 找到千四五元起跳 他會變回千一二 不是便宜很多 就是千一二 就是他少賺你一段 然後 因為可能很多 你上來一定要訂位 各樣的 可能我食物成本 可能會打低一些 各樣 還有最重點是 為什麼他可以做便宜一些 就是酒 他原價賣 就是他不收你 開瓶費 又不賺你 你街買一塊水 我就買一塊水 正常餐廳會貴很多 你餐廳開杯酒 都貴四五元 就不賺你這些 然後 他的生意模式是什麼 當然他名人家詞 餐廳漂亮 那些食物好吃 我有問別人 一般的 但是他還有什麼 你可以簡單計 我當你全部都是認識別人 沒有一個人收十六萬 全部六萬 然後再剩千六 九千萬 那裡幾億 一億 什麼都還沒做 就是一億 一年 一年 我保證第一年已經有一億 當然 當然你之後要煮東西吃 你要回饋給別人 但是其實你那餐你沒有虧 你千一二元 你賣個賣單 你不是試自錢做的 那就是什麼 他一次過把利益 全部一字 袋下袋 他拿了備備 先 變成你的錢 已經不是問題 因為很多人 覺得做食好 我聽過很多 沒有了生意 或者做完生意的人 做食好 因為你先收錢 有很多生意 你給了服務都還沒收錢 例如是工程 那些 那些還見 程星加 以上的資訊 我問水哥 我問水哥 也不知道哪間餐廳 但純粹就是 原來 可以這樣做生意 所以其實是 我覺得很多時候 這些時間創意是很重要的 譬如你的會籍值不值錢 就是好像 因為做會籍的行業 又和做很重的行業 又很不同 基本上其實是在賣的 prime 其實我想說 其實到最終就是 有錢的那班 根本都沒有走 最有錢的那些一定沒有走 又或者這麼說 有錢的那些 他可以都是移民去英國 可以去移民加拿大 他可以有很多國籍 他不在乎 但他都是在香港 他的生活都不是這樣 是啊 我聽到這個消息 我都在想 我會不會給這筆錢 幾萬元我可以給的 我當我認識老闆 我幾萬元我可以給的 但是 真的不會 但我們不能慢慢吃 你慢慢吃就 嘴巴也會吵 嘴巴也會吵 我當我慢慢吃 一千元一餐 你一個月多洗三瓶 沒有 我只是洗三瓶 吃晚飯 你不行的 不要那個價錢 你每晚浪費三四個小時 在那裡吃飯 你瘋了 你圍不圍的 其實是圍不圍的 我當你是圍圍的心態 因為你其實去吃都還要付錢 是啊 你不用錢又不吃 你不是給六瓶的抱貝 所以我去到這個位置 我想分享一個我之前發給我的朋友 因為我太認同所以發給他 這是一個IG的故事 其實裏面是說 蘋果是賣什麼的呢 蘋果是賣Innovation 不是賣iPhone 又不是賣眼罩 現在沒有他 勞力士呢 他是賣你的身份地位 不是賣一隻錶給你的 OK 跟那隻錶是無關的 Amazon 他不是賣他的貨品 他是賣方便 方便 是啊 我看過這篇 Like不是賣他的鞋子 挺好穿 類似 他是賣Motivation 好像穿了很厲害 或者一個人有Energetic 然後我繼續說法拉利 裡面當然不是賣車 他是賣那個Passion 就是對車啊 對速度啊 對那樣東西的熱誠 當然還有什麼就是很富貴的身份地位 其實跟勞力士差不多 另外就是Red Bull就不是賣那罐東西 就是賣你 冒險的精神 對 還有Energy 所以永遠賣東西都是賣情緒 而不是賣你的產品 也不是賣你的服務 然後我回想 那間Club是賣什麼的呢 就是那個 神秘 對 然後我懂得吃 然後我可以叫朋友 對 就是跟誰誰誰 我剛剛加入這個Club 一起吃 我剛剛加入了個Member 之後就 這些需要不需要很貴的 不要緊要十幾萬 就是一年而已 就是這樣去 然後可能你 或者那個Network 然後你認識什麼人也好 其實有時候就是如果你是一個有錢的人 或者你是個身份地位高一點的人 你其實不太知道跟別人吃什麼的 可能你有很多餐廳在手 但是又會覺得如果我是會員 我一定預約到位 我熟假部 我知道他有什麼吃 好像自己有什麼有份 我覺得這些就是My Emotion 我覺得其實你剛剛說的那件事 就是回應好像早幾集 都有說過一些事情的本質 就是有一些朋友 或者你看一件事 你看到那件事的本質 後面的那些我叫做你碰不到 你碰不到 但是你知道那一種是一種感受 或者那一種感覺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越看得近那件事的本質是什麼 就是很簡單就是 永遠你見連登 都會有果粉對這個三星粉的battle 然後就會有一些人說 Android的機器 其實早就已經在那個Conflict上 比你的蘋果厲害很多 其實就是雞和鴨講的 其實一堆是科技人 就是他們喜歡的東西 可能怎樣的性能是最高分 就是那些跑分跑最高 但是其實Apple那些用家 根本就不是求這些東西 可能他現在越來越多是Ecosystem 就是to be honest 現在是方便 我覺得多過Innovative 就是以前在Steve Jobs的年代 就是很明顯 他那件事真的令你Wow 就是令你很有感覺 就是很佩服那種新鮮感 是 那現在team code就是 那種生態 穩定的方便的生態 令你難以逃離 簡單來說 就是我一定繼續買Apple 我不會不能轉Window機 你很難不斷轉Window機 所有東西都是一個Ecosystem 就是我現在過一些東西給同事 你不要用Apple 我怎樣AirJob給你 很煩 就是你用Apps 他會壓縮了一幅圖 你想快聲AirJob就太方便了 就是你沒有了這些東西 你每天都會發揮什麼 很多時候這些東西很方便 所以其實 譬如當是在溫馨的生意 或者你賣的東西 無論是提供服務或者接受服務 其實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核心價值是在做什麼 譬如你越清楚自己的本質是什麼 你賣出去 還有你宣傳你的東西的時候 你在宣傳那件事的時候 那個力才會到 反過來就是 有時候我們很錯摸 一件事就是 那件事我明明研究了一個 很好的人 但其實他就是賣 可能你賣出去的 其實就是他覺得 你那個人心地好 但你賣就賣了一件產品 天下最好吃 那就是捉錯了用神 所以其實 我想這個也是 如果我們回到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餅店裡面去看 其實這一刻是有個脊椅的 就是以前我們叫做 我們叫做黃店 其實這個沒有了 那你怎樣帶出來那個餐廳 或者你那個店鋪的人味 就是那個人情味 其實我覺得以前 例如你有一個顏色立場 其實你也是代表你的意識形態 或者你的立場是什麼 那個是你的賣點 但其實他跟 很簡單 他跟麥當勞有什麼分別 麥當勞有一個大的公司 其實他沒有什麼人情味 你說他藍不藍 其實他也不藍的 他沒有意識形態 他只是一部機器 但是你比起小店 其實他在賣的東西 其實就是那些溫暖 情感 用手一心一意 用心去做 其實那些就是要出的東西 所以其實 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這件事其實是 不是那麼多人知道 我想說 很多時候我們會試一下 或者我們很憑直覺 就回他一板球 射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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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所以 我覺得 我跳回來說 其實我現在飲食業 都是一個困難在哪裡 我想大家平時都是用的消費者 是不太明白的 我說最近的一個 我自己去吃餐廳的例子 吃個茶器 吃個茶器 很簡單 然後那天我叫一個 你當類似 你當類似是 海南雞飯 海南雞飯 然後我一叫 秒速那個雞就到了 然後他說 飯大家一等 等了十分鐘的飯才來 那時候我吹過一兩次 大概什麼時候 因為我吃餐我喜歡吃飯 你有餐廳飯才好吃的 只吃餐廳很沒人 很少可以送早的飯來 很早到 然後去到 大概十分鐘才到 那時候 那一刻生氣 員工的態度是極之輕挑 然後我心想 下次不能吃 然後去到埋單的時候 應該是老闆出來 就想 對不起 剛才真的怎麼樣 那一刻我 其實我很明白 因為 那些員工是不控制 老闆當然知道不能得失客人 但是你運動一個公司的時候 其實你的員工 你怎樣可以令到他 好像你的服務水平 這個其實就是小店 跟一些有 水準的差別 就是流程上的差別 你問我後來我也有再去吃 因為我感覺到 其實老闆都很無奈 當然我做過飲食 我明白請人的困難 現在是去到瘋狂線地難 就是要摩 很多大的 例如現在看到的那些酒樓 就炒了本地 然後就換了外勞 但是其實你是小的公司 譬如當你是一間樓下查機 其實你也請不到這些便宜的勞動力 因為其實他們要求 他們要有個員工宿舍給他 總之你也是解決不了 但是現在又是沒有什麼人肯做 變成那個服務質素 就很難維持 到最後就是怎樣 很難去 我會說那個難度分 是真的客觀存在 你怎樣可以 又做得到服務 你又做得到水準 然後你再去跟大陸比 然後有些人就說 我回大陸 我都皇帝的享受 可能給那塊錢 這個就是在香港這一刻很卡的地方 即是服務卡住了 可能你食物的質素 你也是很容易 因為你請人那裏卡住了 那裏就變了很多的糾結位在裏面 接著是惡性循環 你在香港你吃了一間不好吃 然後你就會說 那你有沒有不回大陸吃 可能你吃貴的那些可能更好些 即你在香港你吃貴的 其實他水準都不會去到 高的 即是他不會太差的 那些水平 但是你變成中間那一股斷開了 就是挑戰位來的 因為還要我最近 這個我也直播會再分享 就是我在這個 Twitter看到有個有錢人 即是那些真的住獨立屋 那些有錢人 我不知道歷史以來多有錢 可能是幾億生家以上 他有分享就是他的飲食 他怎樣可以吃到健康的東西 因為他都知道出街吃可能有味精 可能不是餐餐都吃得好 即是自己煮又不會有時間 例如自己的工人回來煮 工人都不是特別煮得好 有些師廚了 是的 之後他就自己有廚師 但他自己廚師 不是大家幻想那些 常住在你家 每晚都煮兩餐飯 不是那些 就是一個廚師 他一個星期來一天 他當日的食物會煮給你 一次過煮 然後他會煮定 未來一個星期你們吃的食物 三餐煮完 可能早餐和下午的份量小一點 晚餐就煮得滿滿 之後你自己要飯 你自己再煮 一個這樣的廚師 一天花他好像是幾千港幣 差不多 是的 但不只是工資 包括食材 包括食材 幾千元 四五千元 一個星期 加起來才幾批 加起來不用幾批 我計算過 一萬多元就完成了 一個月 然後你想想他有錢 用一萬多元可以 搞定他家人 連自己 總之我回家 我想吃東西 一定要吃 然後就是 他最主要是四人份量 就是這樣煮 那其實是很便宜的 很省 是啊 還有說真的 一家四口吃東西吃一萬多元是不過份的 而且他是有錢人 但其實重點是大家可以回想 其實你可能不需要很有錢 或者可能你月入是五六萬元 那你兩夫妻 那不是特別有錢的人 其實已經是能夠支援這個生活 而這個生活 是比很多月入十萬人的生活 都來得更加健康 是啊 或者有些人用姐姐取代 用姐姐取代 姐姐住不七日 另一回事 除非你很好玩 那是一個職業廚師 職業廚師主 還有他有說過的 他出了這個職業廚師 是有不同的廚師來進去 他進去過的 所以他選的那個已經是 就是你可以選的 他煮好一點 那可能他都覺得 他煮到一個職業廚師 這樣這個月 就是煮四天都可以 是啊 他煮一天 他的人工可能是 他只是煮那個時候 可能留在你家裡四個小時而已 煮完錢 可能就收一千零二千元 其實 碎片化 以前很多時候會請私廚 就是真的是最有錢的那些 就是職業廚師 就基本上在那些大的 出名的餐廳 都刮回去 是啊 就天天來煮給我吃 好像綁戒 不知道在那裡見到我美女綁戒 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個感覺 就未去到綁戒 因為她給錢 也是有給錢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你說關於 其實現在是越來越多 我覺得是和大家的創意提升了很多 有很多的原因 你可以不坐在餐廳吃飯 無論你是健康了也好 現在越來越多人重視健康餐 很多時候也不出去吃 也有 然後去到 我覺得比較多的都是 離開香港的一堆 就是回大陸也好 出國也好 都是很多 當然港幣也是強勢 是很划算的 然後去到 所以在餐廳這個行業 某程度上我個人覺得 其實是要轉型的 在某些餐廳來說 還有重複我剛剛那個說法 我可以詳細和大家說 剛剛那個一個 他有名的 這個叫做Michael Gertley的人 一個很知名的企業家 他一家四口的避餐時間 施廚一個禮拜來一次 工作時間六個小時 他要負責了想餐單 買菜 還有現場料理 清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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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禮拜費用四千元 四百元美金 那麼便宜 四百元美金 四百三十二 即是三千元左右 三千元左右 一天 就是包一個禮拜 三千元港幣 三千元港幣 中間有一百五十元是飯錢 即是一千元飯錢 一千元是可以買菜的 另外二百五十元是他人工的 即日比 二百五十元美金 即是多少 二百五十元美金 七八成八 大概二千元左右 二千元 對 二千元 做六個小時 都值得 對 其實二千元 六個小時 在廚房的角度來講 我做十天就兩皮 做二十天就四皮 其實 即是有些時間休息一下 還有我做六個小時 我當我連買菜 七個小時 我當我連買菜 七個小時 你做廚房 夜夜都十個小時 還有環境有沒有這麼好呢 別人家的家裡起碼可以開冷氣 不用熱廚房 不用熱嘶嘶嘶嘶嘶 還有你煮的東西都計算好 你不用突然間下午又倒閉 夜晚又倒閉 不用炒場 對 相差很遠的心理壓力 相差很遠 然後就是 料理的菜量是很足的 一共是 因為他四個人家庭 總之就是煮這個四天的早餐 四天的下午 還有四天的四人份量的晚餐 對 總之是煮的 另外就是 因為是一次性備餐 所以除了當日以外 其他那些都會全部冰掉 即是會馬上放回你的雪櫃 看看是冰了就是放進雪櫃 那效益就是更加好吃 更加健康 還有每個星期 至少節省你二十個小時煮食 因為你自己煮都要時間 你成功的 我工人都要時間 Gertley有分享她怎樣消磨 這位司廚 就是首先在不同的外國的請人雜誌平台 就有十個候選人 然後四個電話面試 兩個背景審查 最後就是一個給錢試做 之後請了她 我以為立刻做個黑霸大廚 你的Betterer 一道菜 蒙眼吃 這樣 主要招募需求 就是他要是美國司廚協會認證 兩年以上的專業廚師經驗 有做過司廚 還有可以在沒有指印的情況下 準備好一個星期的食物 就是這樣 其實基本上她是做四至五日送 其實她的一千元 所以其實都可以嗎 一千元買到這麼多菜嗎 可能很 有點出奇吧 當然吃什麼 如果你天天爬就不行 但其實你不是說 那你也有肉架 每天都 每天每餐 每天每餐 每天都幾乎 都幾乎 不過都 我覺得外國比較容易做到 是 因為始終生卡拉的 香港就是 那怎樣 生卡拉的會怎樣 生卡拉的可能他們去餐廳也很麻煩 是 不過 但是如果這個價錢在香港做不到 做不到 香港應該 一千元食材不行 不行 不行 四個人看看吃什麼 即是你吃得好 好入都可以 但現在肉比較貴 還有新鮮蔬菜都貴 其實我當加到二千元 那就應該可以了 是啊 你可以試一次 我試一次什麼 試一次 一個月找一個司廚幫你完成 幫我處理 他一個星期要花三千元 我當 他是多少 四百美金 我當我給了五百美金 五百都是四十 我當我花四千元一個星期 一個月只有萬六 但我處理了所有飲食 一家 一家人 而且我三個人 如果我算我父母這樣 其實這個生意在香港做不做到呢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要研究一下 好像很有辦法 因為現在很多事情都很創新 不過美國有個私處 香港沒有 香港在飲食業上面的聯繫性比較弱 其實都很散 不過這個後話 算了這麼說 是啊 就是這樣 當然 Post那個人是台灣人 他也有說 我最近去吃早餐的店 經常都說平日人手不足 很多東西都提供不到 就希望敬請抱歉 難道越來越多人走去送外賣 還是不想在現場 可能真的 會不會類似的事情 最後發生在廚師身上 因為始終現在 以前沒有這麼多送外賣的工種 就進了餐廳 現在變成你做送外賣多爽 想online,online,offline,offline 你不用跟人打工 現在很多餐廳面臨的問題 都是他們請不到長工 全部都是炒散的 是 因為想回就回 想不回就不回 所以餐廳要有足夠的吸引力 才可以令到那些人可以回長工 因為你不回長工 你建立不到文化 其實 譬如你今天是A這個同事 今天是B還是C 其實你又建立不到你公司的那個文化 所以我覺得是挑戰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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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到最終我在這件事上 我就想 我自己有一個工場 工場 工場 我做不做到這件事呢 即是傳給他 譬如他給我四千元 不是 他最喜歡他的食物 那我的股票可以不回家 譬如他四千元給他一個禮拜 我可不可以給他四五天的食物 這個要計算 但是我想好像之前我聽 有一些叫飯盒的訂閱的公司 但有些是騙人的 有些騙人的 但也有肯定的 但是那些就 可能標榜健康 或者標榜不同的東西 即是他有一次過傳五個飯盒 去你的辦公室 每個禮拜設一次 或者在哪個位集合 大家在哪個位拿 以前的疫情期間是比較多的 以前的疫情期間是比較多的 現在就 因為我離開了行業 我沒有貼得那麼近 但是我會覺得是有這樣的市場 即是等於 其實你移動回頭 也等於叫Food Panda 現在大家 你說是不是很享受去到餐廳吃 我自己是 我吃一個茶記 我都要坐下來慢慢吃 但是很多其實就是 不如在公司吃吧 不如 我是在公司吃的 所以其實 你知道準時 有那個食物到就可以了 所以理論上是有個市場 不過可能他會覺得他沒得選擇 選擇上面 他是否滿足於他一個月已經定了那個月 還是他一個星期選一次都可以呢 因為有時候你買東西吃的體驗都是 就是選擇吃什麼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位置 但是 我如果可能銷售健康 或者銷售有營養的東西 其實都是有那個intrinsic value 可以擁有那個選擇的選擇 所以我是 這些都是會思考 而且好像永遠都是做有錢人的 當然你能夠 如果你能夠做到有錢人的生意 就最好了 因為 用我剛剛開頭的那個例子就是 有錢人在這裏 如果你的服務到達到 如果你的服務到達到 你的服務到達到 會高很多 因為始終價錢 不是他們一個 很擴張的位置 可能欠10元欠20元 其實他不是特別的 但是可能你做Low tier 或者做Mass market 就可能比較Price sensitive 就是等於你買開LV Gucci 或者是再貴一點的衣服 他貴一千元貴五百元 其實對於真的買開的那些人 這個問題是問阿梅 對 那你再問他 因為阿梅他什麼 他之前有說他八千元買那件衣服 就是我的衣服 所以就是有一個intrinsic value 我是哪些人 聽到Granstaff Price 接著一折買那件衣服 幾個水 你平常要八千元 那我為什麼要買 我就會 因為我是功能性的 我喜歡一些東西舒服 最重要是舒服 所以到最終我是有思考 近來也有些人吹水吃飯 有些商機想跟你聊一下 稍後再說一點 這個是沉默的 這個是沉默的相機 也有說你賣什麼 你這間公司 都是跟剛剛講過 不一定要很扣落emotion 因為華爾登這件事 其實最簡單就是 當初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用情緒來賺到錢 那一定有的 那當用情緒賺錢的那些人 你無法滿足他的情緒 就是你告訴他你不是王 他就反皮了 那他就會反西 大山倒海 有一天likey跟你說 其實我用的那些資料是最忍接的 可能是事實 但他不告訴你 當有一天你不知道為什麼會爆出來 其實你跟最忍接你買百分之餘 沒有分別的 那些人就會覺得 蛤? 原來一點都沒有lifestyle 一點都沒有motivation 是變我的感情 是變我的愛 是呀 然後likey就不值錢了 就是會有這件事 那我最後那個就是 是不是想到你 想到你是什麼呢 一來吧 就是我會覺得 其實慢慢我的頻道 有自己定義到一件事 也不需要我特地說出 蛤?買我的東西就是有型 這樣就不會 就是我說了一百次 不會有型 有一塊東西你大概知道是什麼 那塊東西是不是就是 你對自己有要求 你就會在澳洲買東西 這樣 真的 是呀 我真的對自己有要求 所以才吃好一點 所以才這麼囂張 就是你留我煮的牛尾 又不加糖 又不加鹽 又不用加澱粉 你知道我什麼了 你知道我追求的健康 可以去到幾極致 大哥 那個鯉還要炸汁 外面可以買罐頭的鯉汁 幾元而已 幾要求那個engredient 我買四個鯉 我五十元 你知道嗎 四個鯉在那裏炸汁炸四個鯉 我五十元 黏筋 就是這樣 不過這個不要說 做人做狗 然後 譬如我們這些生蠔已經成熟了 很好吃 我想說那些生蠔 所以我們已經成熟了 養殖技術成熟 所以就看看有沒有朋友 其實你們是做開餐廳的 你們是有賣開生蠔的 或者你們是連鎖集團來的 是有賣開生蠔 然後你覺得你們這些生蠔 想試一下不同功課 當然我應該會比外面貴的 我大概會知道外面的功課 但是今天你訂的那批蠔就是飛機到你去到你 但是我們那批是飛機去到我們的養殖場 養殖場再運多一程給你的 所以養殖場不收錢都好 其實都是硬撿多兩程運輸的 所以怎樣都好會比你現在入貨的 但是又會好很多 所以如果大家有這些業務上的朋友 尤其是你連鎖的 你大老闆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聽我們的頻道 我可以DM我 一定有 如果你們只是 我只是為了朋友吃 沒有問題的 上小帝的網站就能買到 就是這樣 馬上有食神的 試一下 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開始功課穩定 而且我們現在做到一四可以拿貨 那就不怕 我星期一拿不到 星期三拿 已經很差一點 會不會 現在不會 星期一四可以拿 所以 保證你整個星期 但是每一天都一定是保證他最新鮮的三五四天內 用過的 我吃過的 真的很好吃 我記得有一次 有些 好像 總之 是 很肥美 還有 海水味 很足 這個是很好吃 好 還有大家 觀察一下小念頭 最後 聽到這一刻 我相信你也是 很有心的聽眾 小念頭 現在是一個水深火熱之中 他的食物質素 大家可以上去試一下 我會覺得是 那個價錢 比特 是有餘的 以那個價錢的性價比來說 你說是不是海味那些街窯呢 不是 但是 如果你說去開 禮芝閣 或者那邊 真的是 給予機會 就是 這間店都遇過很多很多的困難 自我被人搞 被 特意被地政特意搞住來玩 不出牌 有很多很多 事情 遇過 但是 亦都 真的 很艱難地繼續去做 其實一直以來 都試過很多危機的關口 都沒有出聲 但是這次我想 真的 大家都想 可能那時候 疫情結束後會好些 有時候人生就是這樣 想要的事情沒有發生 亦都苦苦堅持 希望仍然有意思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 可能不只是你去 可能叫一些朋友去 不用說 要永遠去光顧真的 但是都給予一個機會 可能試一下一些東西 如果覺得OK的 介紹給朋友 好 就這樣了 這次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拜拜